说到寒流还有持续降雨影响 苗栗县高阶离传出了农损 那么日前的县府还有农政单位勘查 卓兰三湾头粪地区可以提报农委会 每公顷6万元补助 但是全县第二大栽培面积的大湖乡 却是未达天然灾害的现金救助标准 而地方是积极要争取复刊 以维护农民的权益 年初寒流影响离碎不开花重新嫁接 接着又迫上低温 结果率惨兮兮 今年大湖农民可是苦不堪言 估计全厢超过三成以上高阶离受损 原以为苗栗县政府以及农政单位勘查 可达天然灾害现金救助标准争取补偿 没想到唯独大湖乡未达门槛 好像厚此薄彼 就是每个乡镇都有 我们大湖也是损失也是 不会比其他乡镇少 为什么我们大湖的被排除在外 也是很无奈希望相关单位也可以来做一个补偿的 希望我们县政府跟乡公所还有农粮署 有帮我们捕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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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捉 大概有超过三成左右一个受损 那这次呢我们就是好像是说 其他乡镇都有达到这个救助一个标准 唯独大湖呢 这夹在中间的就是一个没有达到 那农会呢基于我们福岛农民一个立场 那我们最近呢也非常积极的 向我们的上级有关农政单位呢 来来反应 大湖乡高阶里栽培面积约300公顷 为县内次要产地 补嫁接 陪肥管理 病害防治等全是人力成本 就判政府提供现金咒助 对受灾农友而言不无小补 第一次开发的时候又下雨又寒流 结果又第二次就再补接 就总共接了两次 补偿立员稀疏惨况 农会积极向公所 县府等单位反应 再度安排复刊保障农民权益 就是我们天然在 谢谢大家